7月29号 北斗系统第33、34颗卫星成功发射 最上次北斗3号发射仅20天时间 这是第9、10颗北斗3号卫星 意味着北斗全球定位的部署从最简向全方位前行 作为后起之秀 北斗系统的发展速度迅猛 被分析认为极有可能超越GPS 成为领导全球的新导航系统 在卫星导航领域过去数十年 美国人是无所不用其极 各种手段欺辱中国 美国人也意识到这点 美军分析师称 中国人不会轻易忘记曾受到的屈辱和冷落 往往会以特别的方式做出回应 1993年7月23号 中国银河号火轮在印度洋上航行 突然失去了GPS信号 在没有GPS方向指引下 银河号不得不停止前行 后发现这是美国人关闭GPS导致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1996年 中国在一次演习中发射了两枚导弹 随即发现导弹发射之后无法追踪 后分析发现 中国当时使用了美国免费的GPS信号引导导弹 美国人在导弹发射之后 突然关闭GPS导致卫星失控 美国人数度单方面关闭 此前声称无条件永久免费的GPS信号 让中国人意识到 这方面西方的技术完全靠不住 2000年 中国自主建成北斗导航系统 成为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的国家 但是此时 中国在这个领域还在盘山雪步 先进程度同美俄差距巨大 然而 西方世界悄然准备了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 2003年 欧洲加利涅导航项目邀请中国加入 中国欣然引谣 投资2.7亿美元参与 此后 西方人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 在美国人主使的西方集团的操作下 中国一直无法参与核心工程和重大决策 被排除在外 迷目张胆地讹了中国的资金 最重要的是 西方想以此搅乱中国自主开发北斗导航的计划 瓦解中国在该领域的自主研发 参与加利涅项目受阻 中国将注意力转移回北斗导航系统上 2006年11月开始 北斗系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09年 北斗2号发射了三颗卫星 镜压加利涅导航 鉴于此前加利涅发射的三颗卫星全部失败 中国从欧洲手上 抢下仅次于美俄的次优频率 西方人最近总是在问 为什么中国什么都想自己研发 实际上 他们可以翻下他们在过去做过的恶劣事件 就可以理解中国人 为什么什么都想自己研发 什么都想自己掌握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眉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 一号售所 微信公众号 回复A 了解真相 售所